hello 大家好 这年也快过完了 在网上买了两颗红心蜜柚 柚子里面是红色的 很少见 我们这边种植能不能种植成功 我们来见证一下 把它摘到菜园里去 看一看 好像多少钱一颗 19块9 买了两颗 他买到工的 不知道这个柚子树 有没有公墓的分别 到货我们就把它摘下去 包装还是包的挺好的 走 今年种的第一颗 种在菜园里面 你看这个鸭子 把我菜园户还得成这样 一片空白 挖个坑 还深挖一点 深挖一点 你要种两颗 我以为只有只种一颗了 我们先种一颗尝尝 试试 等一下不好你还可以退货呢 你以为一栽就可以长一栽 对呀 要隔这个三年五栽哦 好等这么久 等到猴年马叶塔就转开了 不知道来不来成虎 不要等下没几天 这鸭子又给它给踩烂了 没有菜 没有菜 没有菜不会 树应该不会 哦 小牛说她来挖个坑 你挖到什么时候去啊 挖到猴年马里去 我摘一棵你摘一棵啊 看下哪棵成佛力高 肯定是我的 嘿嘿嘿 肯定是你的 看下哪棵结果结得多 肯定是我的 你还记住这棵树是你摘的啊 用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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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牛啊 力气还是不足啊 等我给你一样 大午就足了 多吃点饭了 才有力气啊 不知道 是不是说 这个是网上买的 网上说的是那个 三红 密佑 红星的 它可以兑货吗 还能退货 不知道是不是 良心商家 要结了果才知道是不是 如果如果如果 如果它没找 它就是黑心商家 黑心商家 嗯 我要曝光它 摘完了啊 这柚子树 就我小子它这么大 或者长 长几年啊 估计要长了个两三年呢 这么久怎么吃 去问一下小羊 搞点玉米 给小羊吃一下 也不能经常给它吃啊 这里边打霜啊 没怎么牵出去啊 把手抓的玉米 我一扔 这些鸭子都来了 这些鸭子都来了 看着羊 看着林 看着它的食物 都激动的跳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小羊长大了一点呢 我觉得啊 我觉得这小羊长大了一点 要不拿去呢 撑一下 可以 拿来撑一下 嗯 这羊妈妈狼头虎咽的 小羊看着我干嘛 害羞了 不好意思了 往后面推 自从小牛出生之后 没点好心情 天天看着有残疾一样 爸爸 爸爸 爸爸为什么这小牛出生有个有个味道呀 不是小牛的味道 是谁的味道 是他妈妈的味道 他妈妈的味道 他妈妈那个拆盘啊 没删下来 然后慢慢再烂 然后一点一点的拉出来 他如果他拉实怎么办 啊 晚上吃完饭再过来喂来 哦 我吃完饭过来 老二后背也来一个 这就保着他的那个肚子 有营养啊 吃饱啊 爸爸 再过一个礼拜能不能赞起来 今天就到这啊 这段时间 心情也没啥 没啥啊 我来说明了 对 对